冰雪覆盖的机场 一架巨大的麦道DC9 顶着寒风呼啸而起 然而这架民航客机刚一离地 飞机居然就整体出现了左倾 更可怕的是这个倾斜愈演愈烈 直到飞机左翼硬生生出地 加满油的飞机瞬间解体爆炸 冲天的火光 让所有机场的工作人员震惊非常 只见冰天雪地的场景里 一架烈焰滚滚正在燃烧的飞机 一群急冲向现场的急救车和消防车 共同组成了当天下午最紧张的画面 机上的82人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 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 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调查结果 让众人感到既震惊又无奈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1987年 去探究这场离奇罕见的空难 1987年11月15日 美国斯台普顿机场 银庄宿国 漫天的大雪肆意挥洒 平日里需要让人仰视的飞机 此刻在大自然的威力下 也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 肆虐的风雪 让整个机场的能见度非常低 加上那个年代的机场 很多都没有安装地面雷达 导致负责现场调配的空管员们 都不清楚飞机的具体位置 只能让机组成员不停地回报 这就导致的空管中心异常忙乱 此时一架隶属于美国大陆航空的1713号航班 也在排队起飞的序列里 这架当时颇为先进的卖道DC九克机 承载了77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 它的原计划航线 是从丹佛的斯台普顿机场 飞往爱达河州的博伊西机场 全程仅需两个小时 是一趟标准的短程航班 然而虽然用时很短 但是负责驾驶飞机的 两位机长却不是新手 首先是机长弗兰克 自我内克 当时已经43岁的他 驾龄超过了19年 飞行时长达到了12000小时 和他搭档的副机长李布里希尔 26岁的他 虽然刚刚加入大陆航空 不过他也有3186小时的飞行时间 俨然已经退去了青色 然而此时这两位机长的脸色却非常不好 首先是凶猛的暴风雪 导致整个机场都陷入了停止 不管是空管中心 还是受到调配的现场飞机 大家都如履薄冰行动缓慢 原定于中午12点25分起飞的1713航班 此时已经延误了90分钟 面对着这样恶劣的天气 乘客和机组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离开这个机场 接着更让机组恼火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他们已经排队了90分钟 来到了第一顺位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空管员一直在无线店里呼喊着594号航班 而594航班一直没有回应 空管员接着开始安排一架875号航班起飞 这让机长大为光火 他让副机长在无线店里 声明了两次自己被插队了 结果都被空管员无视了 面对这种情况 弗兰克机长也只能表情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就这样一直拖延到了下午2点14分 1713号航班终于获准起飞了 当天负责主飞的是离夫机长 他迫不及待地启动了引擎 这架DC九克机底的风雪来到了35航道上 此时的乘客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本只需要两小时的航班 现在光延雾就已经两个小时了 大家的耐心都快到了极限 幸好飞机终于要起飞了 大家还可以和家人吃上一顿晚饭 然而此时所有人都不知道 一场恐怖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 刚露出微笑的乘客们 很快他们的表情就将变得惊恐异常 此时的飞机正在跑道上加速滑行 很快就达到了决断速度 截止到这里 整场飞行和平日里毫无区别 直到李副机长拉起了飞机 就在这一瞬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飞机开始了不受控制的剧烈摇晃 刚刚还在讨论回家吃什么的乘客 开始了惊声尖叫 而两位机长更是慌乱至极 弗兰克机长飞了上万小时 今天这么突然的也是第一次经历 他现在也有些手足无措 可死神不会留给他反应的时间 此时飞机已经左摇右晃了十几秒 仍旧没有任何平稳下来的迹象 两名机长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这样随着飞机左翼的倾斜触地 这架刚刚加满油的DC9飞机 瞬间被拉扯的左翼断裂 而完全失去平衡的飞机 也毫不犹豫地撞击到了地面 接着就被扯端成树结 伴随着寒风的熊熊大火燃起 冷烈的天气和卓人的火焰 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离谱的是 此时的空管员们依旧毫无反应 他们被风雪天气蒙蔽了双眼 直到跑道上其他飞机 发现了1713号航班 空管员们才知道 出现了惊人的事故 等到救援队部署完毕赶到现场时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正当大家都以为 机上人员必然是全员遇难时 让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支离破碎的机舱内 大部分乘客居然都还活着 救援队在大吃一惊的同时 立刻展开了救援 就这样再经过现场的转移治疗 机上82人中 有25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死亡 其余的乘客全部幸存 虽然这场空难属于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依旧有28人死于非命 而飞机刚起飞就坠毁的离奇表现 更意味着调查需要严肃认真 当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就成立的调查组赶赴现场 调查员们兵分两路 一组在冰天雪地里检查飞机残骸 一组找到了当日的空管员了解情况 空管员表示 当日这种极端天气 飞机从登机口出来后 首先要去除兵区进行除兵作业 只有进行了这一步骤的飞机 才能进入跑道起飞 而了解到当日一阴713航班 在机场延误了90分钟 调查员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这架失事飞机 有没有可能还没进行除兵就起飞了呢 要知道机上不满凝结的兵 是非常影响飞机姿态的 因此除兵作业非常重要的一环 然而机场的除兵作业人员 却否认了这个可能 因为1713号航班 在起飞前进行了除兵作业 此时的调查员们也陷入了迷茫 大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了黑匣子上 好消息是因为飞机损毁不是很严重 黑匣子的数据很快就分析了出来 调查员第一时间听取了 当时机舱内的录音 首先是起飞前飞机上 喷淋除兵计和清洗的声音 这证明机场的工作人员没有撒谎 接着有调查员提出一个可能 会不会前面飞机起飞 引起了空气漩涡 已因713航班被这个影响了 这个原因当即被在场的工程师否决了 因为当日机场出现了七级大风 什么风地窝流也被吹散了 但是这个调查员提到的前面飞机起飞 却给了所有人新的灵感 那就是当日的斯台普顿机场异常繁忙 1713号航班起飞前 它的前面有两架飞机相继起飞 按照飞机指导手册上写的 暴风雪天气下 飞机在进行完除兵作业后 必须在20分钟内起飞 不然就要重新做一次除兵作业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本来已经做完除兵作业的飞机 因为等待的太久 导致机翼上再次凝结上兵的呢 调查员重新开始研究黑匣子里的录音 经过计算1713号航班前期工作进行了8分钟 等待它前面的两架飞机起飞用了10分钟 截止到这里已经用去了18分钟 如果这时候1713号航班立刻起飞 那时间是没问题刚刚好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让人不解的情况出现了 录音里的空管员说离句 大陆594号航班 现在滑行进入35号左跑道待命 这句话让调查员迷茫了 不是1713号航班吗 哪来的594号航班 调查员又赶忙去调查了这个594号航班 结果发现 当日这个594号航班 也在除兵区进行除兵作业 而进行除兵的飞机是要熄火停机的 因此飞机内无线电也是关闭的 所以真正的594号航班 根本没收到空管的指令 那个年代的机场无线电 在机场内所有航班都能收到的 空管员以为594号航班已经准备起飞了 因此他给594号航班下达了起飞通知 然而事实上 当时处在等待区的飞机是1713号航班 这就导致机组和空管员出现了误会 机组满头问号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 空管员会让594号航班准备 所以1713号机组也就不会回应 这就让空管员以为594号航班没准备好 进而引导了排在594号航班 后面的大陆航空875号航班 只是1713号航班等待了更多的时间 这样离谱的乌龙事件 让调查员们都陷入了沉默 难道这场空难的最大责任方是空管员吗 调查员再次找到了当日的空管员 然而空管员却表达了自己的无辜 根据当日机场的飞机排班 1713号航班才是插队的那个 他根本不应该在那个时间段进入跑道 这又是怎么回事 调查员又连忙查阅了当日的航班排序 终于在这里 调查员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场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就是1713号航班的机组成员 原来当日1713号航班 根本没有获得空管许可 就擅自进入了除兵区排队 除兵完的他们 接着又自顾自的 开到了跑道上等待起飞 事实上这期间1713号航班 没有收到任何指示 全部都是机场擅作主张 而四台普顿机场又没有地面雷达 1713号机组又不回报位置 这就导致空管员 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这瞎跑 很快插队进入跑道的1713号航班 始终得不到起飞指令 于是在等待期间 他们的机翼再次被凝冰覆盖 心里已经大致明白的调查员 再次查阅了黑匣子里的飞行记录 记录里显示 记长可能知道 机翼会出现二次凝冰问题 因此他们给予了飞机更高的启动速度 以及更陡的抬头角度 很明显他们想要凭借速度优势 甩脱机上的宁钉 但是这个操作 很显然超出了副机长的能力范畴 可是这个操作也不是多么高难度的操作 为什么机组最后失控了呢 调查员接着调阅了 两名机长的背景资料 这一查不要紧 查出来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首先是当日负责驾驶李夫机长 他的飞行考试有多项目不及格 而加入大陆航空时 他一直驾驶的都是小型的螺旋桨飞机 迈到DC9的驾驶时间更是可怜的36小时 可以说 他对喷气式飞机的实操经验几乎为零 那副机长没经验 弗兰克机长他又在做什么 结果就是弗兰克的能力也好得有限 弗兰克虽然已经在大陆航空工作了19年 但是他上个月才刚刚晋升成了机长 不仅如此 他对于机长的职责考试也不合格 简单点说 就是他始终没有一个机长的责任感 本以为是老代新的组合 谁曾想到居然是新代新 就这样 调查员在事无巨细地调查了一年后 NTSB发布了事故调查报告 空管工作的混乱极端天气的干扰 以及飞行员技术的粗糙 三个原因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的出现 最后 NTSB要求 迈到公司制定更严格的除兵规范 而航空公司更要严格把守飞行员的整体素养 以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这场空难到这里 就算盖棺定论了 我相信很多看到这里的 小伙伴都心情复杂 在日常工作中 我们也会遇到自己作为一个新人 结果发现 带自己的那个老人 比自己还猜的情况 请在评论区写下你们的留言 说说你们遇到的类似情况 惹出过什么麻烦 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 让其他看到的小伙伴们有所警惕 小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想看更多离奇空难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